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马吉思在这里 今天在高雄的博物特区这边 做一个开拍的动作 那我们有一个计划呢 就是针对我们一个 马吉思新的轮胎New Refuse 来去做一个实测道路的计划 那也特别邀请了我们的 拿过两次国家冠军的选手的卢少轩 嗨大家好我是少轩 除了少轩以外 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台中 坏坏女孩代表之一的季威 大家好 我叫季威 那这次很高兴的受邀可以一起拍摄 我们这次要玩恒春的那种路线 这是我非常期待的路线 那希望这一次的骑程大家都能很开心 谢谢 对啦 其实刚刚我一直漏掉了一点 就是说是主要的主轴的产品 都还没介绍到 对 那我们这次预计发表 New Refuse的外胎呢 基本上是针对长距离耐力而设计的一款外胎 那它在无论是耐磨耗的性能方面 或是说防刺的性能方面 都有非常优越的表现 那它跟上一代的旧款的 Refuse的外胎的差异的话 我们也针对重量也明显的改善了同样的规格 也轻量了大概二三十克 那在针对湿地的抓地力上也提升了不少 对 所以这条胎的话 就让我们在这一次的长距离的耐力挑战中 让大家体验看看 我们今天到高雄这里呢 我们到时候等一下会去 我们的马吉斯旗舰店 韦达单车 来去做一个更换轮胎 以确保我们这次的长距离挑战中 可以不要有什么状况发生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 好 走 OK GO 好久不见 今天呢 我们来到高雄呢 我们主要是想要去挑战一下 我们从大盆湾骑到恒春 然后再做一个恒春环南半岛的一个挑战路线 今天主要来这边也想麻烦你们 你们帮我们检查一下车况啊 然后帮我们换上马吉斯的外胎 对 因为马吉斯现在 有新推出一款那个 Refuse Endurance长距离的耐力外胎 那我们想透过这次的騎乘活动呢 来顺便挑战我们自己的外胎 看是否性能能达到我们要的这样 大家就交给我们 好 好 這個胎有方向性嗎? 有,這個有 這個我教你怎麼看 我們那個外胎 有方向性的外胎 我們會在胎邊做一個指標 告訴你說指哪一邊 那在胎邊 我們稍微找一下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指向性 對 基本上你就是朝前 那我們講說輪胎 輪主這樣是往前轉 那我們就是朝這個方向去做胎窗 輪胎的方向性就是 對 對 哈囉,大家早 我們今天已經準備開始 去做我們的一個 環南台灣的第一天的 長距離挑戰 從大盆環的海上教場這邊 來去做一個起點出發 對 那等一下就會 所以有我們邵軒幫我們破風 是 待會就麻煩你喔 先幫我破風一下 現在還算簡單 簡單喔 不要帶太快 我追不到 今天距離算是不長又不短 100 大概110公里 大概110公里 對 不過還不錯 沒有太陽所以應該是蠻舒服的 對 對 目前 對 不至於是要黑黑的 在我們昨天那一天 昨天是真的有熱到 對 昨天光站在那邊 就整個 對 變所謂真正的男子漢 男女子漢 一直流 我直接變當地人了 對對對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 直接開始出發 出發 走 離譜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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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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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保安公 希望我们这个 骑程能一路平安顺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可以骑那么快 因为我用马吉斯的外胎啊 那么巧 我也是耶 哦 难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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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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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